黄金万脸其实非常多人喜欢 这段时间的话很多人的话都跟我聊到这个黄金万脸的一个养活 像我这些的话基本上是看起来就是这个营养杯 这个营养杯的话就是我们种子不种的 以后的话自己自己培育的 同样有时朋友在这里的话买回去怎么样去养活 其实这个黄金万脸的话它是喜欢这种有点微阳光的 不能长时间放在心里 还有的话它的话本来是小灌木的 它长的话不是很高 像后面这一棵的话就是比较大的 你看后面这一棵的话就达满 我们也是在花盆里面种的 但是的话它喜欢通风透气闪气光 因为它是开花还有极鼓的 如果是放在心里全天没有阳光 没有阳光的话那肯定不太好 如果是环境雨水的话放在阳台窗台 或者说在庭院这样子的话比较好 养活的话它喜欢一些肥肉的 比如放点这个土木灰这种的话去养活的 在我们这边的话一般在山上的话都会看到 像这种的话一串一串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好看 养活的话我记得非常简单 还有的话这个机条的话可以剪下来作为承插都可以 如果说你们在里面养药的话 也都可以用承插的方式用来预苗 这个种类的话到时候现在这种种类的话可以直接拿来剥种 对不对 对吧 可以看上我这边的话有很多的这种药啊 现在已经起药了啊可以看上这发货的话是大的股息发货的啊 啊这个股息的话都非常的多 但现在的话不是很红啊 因为没没到时间啊还没熟 如果说到了年底的话它是整颗红冬冬的 一直到明年啊开春的时候都是红色的啊 你看一下啊 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进来看上啊 我每天晚上的话就在八点半左右开副啊 开副的话可以在几个月里面来闲闲啊来看上 啊